2024年9月,内鱼男演员热度报告 这个月的内鱼真是,好不热闹,明星们绯闻的绯闻,塌房的塌房 外加一个中秋节和时装周,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啊 数据来源,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以及酷云猫眼等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数据截取范围,2024年9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 TOP20黄轩,本月热搜12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5亿 前几天,黄轩官轩女友,晒出正脸罩,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原来我们内鱼也是有正确审美的男性啊 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散发的气场,确实给人一种很舒服,很高质,又大放自信的感觉 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脸,甚至让人觉得是黄轩高攀了 有网友坦言,看黄轩几眉弄眼的表情,真想让他可以离女生远点 还有网友暗粗粗的内涵,同样都是姓黄,为什么眼光差距那么大 人家女孩子呢,的确也是优秀,华裔,英国顶级院校毕业 之前做过模特跟导演,还被网友扒出是雅思官网的模特 我觉得,这次黄轩官轩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范围的高度肯定 大概是吃瓜群众们,太久没有见过让人看起来如此般配,如此舒适的内鱼真CP了 TOP19龚俊,本月热搜9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6亿 龚俊近期的活动焦点,集中在正在进行的巴黎时装周 无论是在高级定制品牌秀,珠宝展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它都展现出自信与优雅的形象 高挑的身高,深邃的眉眼,华丽的珠宝,搭配深V真空西装,将好身材体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龚俊正在拍摄的古装剧《暗和传》也是备受关注,路透不断 28日刚从巴黎回来,第二天早上5点多,苏木宇就又开打了 TOP18羊羊,本月热搜18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7.5亿 许久没有公开活动的羊羊,这几天也要闪耀巴黎了 机场私服穿搭好帅啊 黑白条纹真之衫搭配阔腿裤,竟显清爽干净,期待她在巴黎的表现 那本月,羊羊最大的热度来源,应该就是新剧《雨淋漓》开机了 粉丝应援排面拉满 你们能够继续支持,继续支持我,继续支持我的作品 郑武阳光的作品,导演刘红源,由羊羊和张若南主演 不得不说,脸在江山寨,羊羊还有一部凡人修心赚代播哦 Top17李线,本月热搜15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0.8亿 本月中旬,李线也参加了米兰时装周 她这反差感觉了,机场上还是摇摆大叶峰,秀场上直接清俊贵公子 一身双排扣鞋金西装绅士感十足,松弛帅气 同场看秀的贾玲,也是大夸特夸 我觉得李线,我今天一看她,我感觉她穿什么都好看 我感觉她今天是我在秀场里看的所有的男孩最帅的 这么多内娱男星中,李线在镜头前不一定是最帅的 但她绝对是精修最少的 Top16吴磊,本月热搜13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3.8亿 前几天,吴磊官宣成为华为运动健康全球代言人 瞬间热度和排面拉满 能让华为这样的国民品牌放弃那些粉丝客气能力更强的流量们 选择吴磊,足见她阳光健康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 这也再次证明,大品牌在选择代言人时 更注重明星的形象和所传递的正能量是否与品牌契合 而不仅仅看重粉丝数量或流量的大小 吴磊无论是在代言数量上,还是代言的品牌质量上 都是同年龄段男明星中的佼佼者 Top15黄景瑜,本月热搜56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4.1亿 本月黄景瑜的雪迷宫热播 这部双男主悬疑探案剧已经连续四周 占据各大剧集热度榜单前三 那黄景瑜的热度也是大涨 他在剧中扮演的男主郑北 霸榜各大角色热度榜单,Top2 那有意思的是 网友们以及剧轩的焦点并不在这部剧的剧情上 而是他与另一主演王子齐的互动花絮 还有各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热搜话题 话说单美女孩们,就算单改训了 咱们也不至于什么都磕吧 Top14邓维,本月热搜28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7.6亿 作为本次Dior时装秀受邀的国内男明星 邓维和韩星南祝贺同作 这画面实在养眼 一身钻石的鸽子植物西装 搭配精致的耳饰,低调又奢华 首次身家巴黎时装周 邓维便获得了LVCL杂志颁发的最佳着装明星称号 还被选为了Dior品牌9位最佳着装明星之一 不仅如此,邓维还在巴黎时装周期间登上了中文版费加罗杂志的封面 再次彰显了他的时尚圣体 其实我一直认为,邓维是近一年来飞升的男艺人中 身材比例和时尚感最好的一位 从他去年引领的邓维穿搭体就可见一斑 Top13任佳伦,本月热搜33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0.1亿 本月任佳伦的流水迢迢也在热播 连续两周占据猫眼聚集热度榜单冠军 全网播放量突破4一次 烂任佳伦在剧中扮演的男主魏昭 也是霸榜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部剧在演员、剧情都还不错的前提下 他的站内最高热度却也才破26000 只能说今年古装剧的大环境是真不行啊 Top12张灵赫,本月热搜46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1.7亿 张灵赫本月的热度来源依旧是他与赵金麦合作的 正在拍摄中的电视剧《樱桃琥珀》 因为这部剧是与赵金麦的二搭 又是正五阳光作品 所以各种路透不断 粉丝们也是备受期待 那这部剧的播出应该至少到明年了 但他的另一部现偶剧《爱你》 却是刚刚首发预告 预计TU4就要播了 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张灵赫的播剧速度和好资源 这几天 张灵赫四年多拍15部剧的词条也顶上了热搜 虽然的确有几部是客串和配角 但在影视寒冬的这几年 着实是让一众小生们羡慕的存在 Top11王赫帝 本月热搜34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2.5亿 随着国庆节的到来 王赫帝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演唱了县礼歌曲《烛光》 那本月呢 一段关于王赫帝与女演员陈晓云 在KTV聚会的视频流出 视频中 王赫帝为陈晓云献唱了告白气球 并且两人还共同演唱了《因为爱情》 期间的两人的友好互动 让外界产生了关于他们恋情的猜测 之后 王赫帝和陈晓云的工作室迅速做出了回应 明确否认了恋情的存在 虽然这次事件产生了不小的风波 但无论是看视频周围场景还是双方的态度都可以肯定 这应该只是聚组聚餐同事之间的互动而已 话说现在的狗仔们也太不专业了 你拍个路边散步也行啊 结果你来个KTV大连欢 这是在给人挡枪吗 Top10 一阳千玺 本月热搜62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5.4亿 这个月 一阳千玺的粉丝应该是过年了 相比以往低调的他 活动真是一个接一个 首先是登上时尚八杀银石封面 这是他第五次登上八杀封面 还有Another Man China九月刊封面人物 之后在9月21日的弯曲声明月晚会中 现唱干杯朋友 迷人嗓音唱进离愁别叙 非常好听 9月27日 现唱电影只此轻律片尾曲 歌声娓娓道来 话卷缓缓展开 这几天又闪现巴黎时装周 上身新鲜品牌 定制款黑皮衣 行走街头 帅到每一帧都是大片 影视方面 他的电影《小小的我》 在第37届东京电影节 获得了主竞赛单元提名 标志着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突破 Top9谈剑刺 本月热搜79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8.91 纵观内鱼 真能做到持续吸粉的 绝对是像谈剑刺这样的影视歌全A的六边形战士 从纽约到米兰再到巴黎 这位哥哥把Citywalk进行到底了 就这么水灵灵的 骑着共享单车去参加米兰时装周 一路多套造型 展现非凡的时尚表现力 Top8红窑 本月热搜16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40亿 我觉得大家还是低估了张宇奇托口秀的含金量 让红窑这么一个听都没听过的18件男星 就这么水灵灵的热度爆表了 原因是张宇奇带出个弟弟 弟弟带出曹迎新 曹迎新带出红窑 红窑和吴景年领政了 最后王兴月粉丝称 下次再也不想跟吴景年二搭了 吴景年在延喜攻略爆火之后 一直不温不火 今年好不容易通过墨雨云间又翻红了一把 还有一部关注度很大的古偶 春花燕也算是事业上生期 粉丝都盼着姐姐能再抱一次呢 结果却突然领政怀孕了 而且红窑的风评并不好 不过人生啊 冷暖自知 结婚是一件喜事 就祝福他们吧 Top7刘雨宁 本月热搜22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42亿 本月刘雨宁可谓是影视歌宗 样样开花 影视方面 新剧书卷一梦杀青 出组后半个月 三首新歌三个晚会 两档英宗四首歌曲 9月22日 湾曲声明月晚会 演唱爱江山更爱美人 依旧稳如CD 9月25日 微博音乐盛典 荣获年度口碑歌手 歌曲多就是了不起啊 难怪刘雨宁能持续吸粉 Top6乘以本月热搜18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42.9亿 乘以整个9月大多数时间都在剧组拍摄新剧赴山海 但热度依然挤进前十 而且这部剧双平台预约破百万 另外它还有一部谍战剧身前 在本月的24号也首次释出了预告 这部剧其实早在2019年11月就已杀青 如今终于有了动静 相信很快就能与观众见面了 Top5于世 本月热搜32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62.8亿 关于张雨奇脱口秀中 于世的大姐二姐瓜 大家应该都吃了个七七八八 但就算网上联想的再凶 也是年轻人谈恋爱层面的问题 最多是脚踩多船 思得有亏 又没有犯法 所以根本不存在会被软风杀的情况 于是这两年 手握一大把优质资源 此消彼长 她的资源多了 别人的资源就会变少 这种制约和爆料 在所难免 可以说 内鱼爆火的流量们 几乎没人逃过 能否挺住 就看谁的过往更清澈了 Top4王俊凯 本月热搜93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69.7亿 不得不说 王俊凯的电影之路 还是有点波折 40天的时间里 连续上了三部电影 三部电影 是他近六年陆续拍摄的 按照正常流程 应该先是 七四九局 四位 再到野孩子 但现在却是 一股奶一起上 有点自己与自己打擂台的感觉 不过 结果还好 在大盘低迷的情况下 这三部电影 累计总预售票房已过亿 可见王俊凯的票房号召力之强劲 目前来看 四位的口碑最好 十一刚刚上映的科幻片 七四九局 则是褒贬不一 能否持续高票房 还得后续观望 Top3黄小明 本月热搜43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83.5亿 同样是姓黄 同样官宣恋情 与黄宣被全网祝福不同 黄小明认爱 却是风波不断 原因是 黄小明官宣女友叶柯 疑似与郭富城老婆方圆 潘伟博老婆轩云等人 有着类似的背景 出身于名媛培训班 这个班被爆料是通过整容 拼单拍美照 参加高端派对等方式 包装出人间富贵花的形象 然后套路攻略中年男明星 而且 网络上还掀起了一股 模仿叶柯风潮 俗称科学 Top2王一博 本月热搜134个 个人话题月读量约88.2亿 这个月 粉丝们彻底体验了吧 王一博的多面人生啊 一方面 在探索新进节目中 王一博上山下水 无所不能 前一天还被网友调侃为王大爷 后一天就变成了村帅 他是这个村 最会穿搭 最会耍帅的男人 别人都叫他朝男 也称之为耍帅主师爷 偶像包袱是一点没有 自由的相风一样 另一方面又闪现巴黎 出席新代言Jimmy去大秀 冷峻优雅 不急不躁 仿佛是去视察工作的大佬 稳重感溢出屏幕 另外 近几天 他与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 登上长城 一同参加品牌活动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商务代言好到爆 光是国际大牌就有8个 总数更是达到了27个 依旧是内娱第一 Top一肖战 本月热搜74个 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22.4亿 这个月 男星们官宣的官宣 他房的他房 热度空前高涨 所以在本月中旬的时候 我都觉得肖战的热度 应该不会再是第一了吧 结果这位哥们 短短一周 两个晚会 四手搁下来 热度直接断层了 长得好看 实力又强劲 从来真唱 不弄虚作假 光是站在那就是一幅画 明明平时不出来 谁知偶尔出来 稍稍释放一点魅力 就是各种圈粉啊 看看现场观众 其刷刷的拍照图 所以网上 才有了肖战 一万个角度的现场直拍 他递任何一个动作 任何一个微表情 都会被各种角度捕捉 连带着周围 和他互动的明星 都能一并上热搜 其他的数据不提 光是主办方官方微博 他往事随风的单人舞台视频 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内 已经破译了 而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 这个账号自创建以来 发布了26000多条帖子 总共的播放量 才是12亿呀 这下大家应该明白 为什么聊他的博主 那么多了吧 伯粉多 流量大呀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分享又告一段落了 有什么要补充的 就评论区聊吧 这里是Wentop10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